林先生 楊岳先生 如果大家有興趣聽稻米相關的 我們可以把他再找來講一下 他也是一個我們的支持者 他每次來就帶很多這個 鼻棒棒 所以大家幫忙吃 他在越南做很正的 這都是越南米 然後他在台灣加工 然後賣到很專外匯 所以台灣也賣 台灣其實沒有多 我們是獨家 就是他自己投運出來 就是他掏空他自己的公司 他不給我回 他好像在台灣有上市 那個盒裝的那個 漢圈 米勒 他有在 他有在一些鬼坡行 就是日本進口的一些商店 會賣他的東西 他很得意 他也是 他跟蔡董應該同一個年代 也是那種 什麼 阿嬤吃一口 有去越南 不過他越南話不錯 他硬學越南話很會講 不過越南人都聽不懂 其實口音很難改 可是他很努力他會唱越南歌啊 講越南詩啊 還在我們這邊愛謝 只是 越南人只是聽不太 來 好 來 有沒有誰 來 那個 蔡董 在很短時間 能夠讓我 了解 越南人跟大概 剛剛蔡董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政府 某些地方 是做得不是很好 那現在蔡董他本身 應該也不是官方的官員 快了快了 快了喔 快了喔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遊戲問題存在台灣跟越南之間 那今天 也很多越南的朋友到台灣來 那我們也很多人在台灣 在越南 那透過蔡董這樣子的 了解 越南的情況 是不是在 實質上 能夠對 年輕朋友 包括 本土或者是 從越南來 東南亞來的 年輕朋友 在實際上的一個 工作 或者是說生活上 給他們有 實際上的一個 資源 我所謂的資源 不是說一定是 在某方面的 實際上的支持 或者怎麼樣 是說一些 受死給他們 讓他們有一個方向 我想現在年輕人 最恐慌的就是說 看不到方向 不曉得 十年以後 你會幹什麼 你能做什麼 到不像以前 我們年輕的時候 大概上個班 每個月 更會 存多少錢 大概十年以後 就買一棟房子 生一個小孩 兩個小孩 這樣子 我想現在年輕人 大概 沒有辦法 現在年輕人 應該是 沒有辦法 我想說 是不是透過 蔡董 她有這方面的 資源 或是說 認識 能夠引導 年輕人 給他們 一個很簡略的 一個大概的方向 謝謝 我嘛 在 我只知道 我想退休要逃避了 反正對台灣還是不適合 可是呢 我們比你們信任 因為 成長的過程之中 經濟上是比較 我們不知道什麼 叫做零用錢 我們的成長過程 都沒有零用錢的觀念 因為 根本沒有零用錢 對 那 你說苦嗎 你說沒東西吃 我們小時候的零食 是張國桌蔥味餐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有季的 季的 季藥在家裡嘛 那因為那個 競競嘛 哪有 哪有零食 我們就會 頭去 一桌 那就是我們的零食 可是回想起來 都是快樂 都是快樂 那你們現在來講 比較麻煩是 因為我常常在講說 我們這些 中老年人 真的留給你們 這些年輕人 是什麼東西 但不管是什麼 都不管 其實 我小時候 我就常常告訴自己 都 會不會安靜 我都告訴我自己 有關係 那 我爸不是我那麼親 可是我爸也不錯 我媽也不錯 因為讓我有 很好的身體 想說 但是我在想說 我要比人家 付出更多 那我做事來講 我常常會把 未來的事情 提前做 我不會把 我不會把 今天的事情 其實我是一個 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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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極限 任何事情 都很想 很快就出去 所以我會一直把 明天要做的事情 後天要做的事情 後天要做的事情 現在沒事 就想先 提前來完成 今天去思考 所以 絕對不要把 今天的事情 你只要明天去做 你只要能夠把 未來的事情 提前來做 你才不會變成一個 救援 你不會變成一個 做援 因為你很多事情 你能夠明天再做 你今天能去做的話 你就有修改的空間 你就不會變 救援 那人生過程之中 因為我每天都在 新聞之中 為什麼每天都在新聞之中呢 因為我常常講 小逆之後 比我小順 大逆之後 比我大順 所以我每天都在新聞之中 但是我又不會讓我 過度興奮 我會想到 大順之後 比我大順 小順之後 比我小順 其實我人生就是這樣 那 那 不管怎麼樣來講 也很幸運 因為越南這條線 你們絕對沒有想到說 一個做理由於的人 竟然能夠跟你們 分享到這麼徹底 我這個事 我覺得很自豪 我能夠跟你們 分享到越南這麼徹底 那 我現在在想說 其實我們這些 中島天的很適 台灣留給你們什麼東西 20年 30年 留要什麼 那對 不對 我的中心思想觀念是不會變 大家一定要認同之外 你不認同之外 獨立 這個就叫不會安定 不會安定 那 什麼叫負 什麼叫負 負跟負 哪一線之間 哪一線之間 然後 快樂不快樂 你可以無所謂的快樂 對不對 反正一塊錢我會吃過一天 一萬塊我也過一天 對不對 這種無所謂的快樂 對不對 還是你因為努力付出以後 這樣才是快樂 那你要去找什麼東西 那任何的快樂 我是認為 只要我付出嘛 我就說這筆生意 我沒有做到 我連受死都不知道我沒有做到 那我成功 對不對 我努力了以後 沒有做到 不是我非常努力的沒有做到 你感恩的那個可以 心就不一樣 我真的非常努力 但是做不到 算了 像我有一個case 啊 這邊沒有政大人 我告訴你 有一次 有一個政大EMBA的團體 四五四個人要進越南團 那主辦人真的很厲害 那主辦人真的很厲害 其實 我想說政大領 其實就是要所謂參訪 要參訪你不找我 你找誰 那因為那個人以前是公理的 所以我好像算了 就是大隻鋼琴嘛 我聽我喜歡 所以很用心地幫他砍 然後報價是非常報價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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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報價是 一餐多少錢 簽證會多少錢 什麼多少錢 飯店多少錢 都報了 你什麼人 很細沒有人這樣報價的 結果他就拿到家裡 到四五家旅行車去砍價 我只要比人家貴了 他就回來再幫我砍 我比人家便宜的 他就不講話 弄到最後要 那我做算一算 我一個人陪一天五啊 我怎麼做 我又告訴他 我不要做 我去找別人做 我在體檢一個多位 以前的跟他講過 我不做 這個就是努力過 我沒有做到 對不對 那你只要然後 連受死 連細節都沒有 都沒有做到 那一定要做不做 對不對 那 快樂不快樂 事實是怎樣 那你怎麼樣行動 其實 人生來講 就是在找平安點 人生不管你做任何事情都在找平安點 但是 不要當阿三就好了 不要當阿三就好了 其實 你們還是不用聽 因為 我再講一個事情 學生一定要比老師聰明 我的這個國家就沒有 但是老師不能沒有老師 因為老師是導師跟教練 那假如說學生 老師都比學生聰明 這個國家有未來 好 不可能的事情 學生是 所以你們一定是比我們厲害 但是一定要踏實 我很幸運 我到現在 其實我是只有有業 我什麼都沒做 但是 到底對我們對 我很執著 可是這樣也讓我真的賺到錢 我大概賺了十年 越南這條線當我賺了十年 我從1988年大概賺到1997年 是怎麼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賺了 賺年就對了 那因為我很知所在理由業 其實從 2000年到現在來講 其實做的都已經 做的都已經 因為 遊業越來越競爭 然後 我又沒有相關的不知 那利潤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那後面要怎麼去做 其實 每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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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今天 我是一個小小孩 我可以過 但是 並不是 周三 老了完 是大家賺了以後 當我可以過 那現在我可以過以後 我是不是要想辦法讓 幫我賺的人 是誰可以過 這是在這樣想 那因為這個論述 又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我已經喊了很久 喊了搞不好有幾年 十年都有 所謂的 婚農制度 那你們現在台灣政府 不知道在婚農 要自力獻華嗎 是不是 我認為台灣為什麼都是中小企業 因為都在累積個人的財富 都在累積個人的財富 那台灣現在 台灣要走出去 我們應該有一個 所謂的婚農制度 公司只是一個平台 跟資金的提供者 大家來這裡 不是來上財 而是來做生財 那賺的錢之下 我們怎麼來分配 來做婚農 像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雖然 但婚農制度有一個很重要 是財務要很厚 我們財務是很厚 那台灣一般財務都不厚 財務會很厚 可是我們在優惠裡面 碰到一個問題是 我們的盈利創造不出來 我們的一級植物館還OK 我們胡志明的 台灣派遣的那個 那個重慶 他年薪可以到250萬 以上 對不對 台灣的一級主管裡面 連新大一台灣都沒有 可是下面二級主管裡面 就碰不到 因為力量沒有創造出來 這是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 其實台灣要走出去的 應該走出一個 真正的婚農制度 婚農制度 婚農制度